好拍手拍到手欲轻 另外要看到的是黄杰呢 他这个风灾期间呢 人不在台湾 他坦言有书是愿意要检讨 那事后呢连续来发了这些勘灾文 好时日评论员这个罗旺哲 他发现了一些美港 他说呢看完了勘灾照片之后 他说恐怕民进党党 这个议员都想要跟他切割 因为呢黄杰PO出的勘灾照当中 完全没有出现一位民进党议员 要跟他一起勘灾 好同时呢视频论员张雨萱就分析 黄杰这一次是真的闯祸 惹到赖清德了 这一次哦他问我是为什么要那么急 我跟他报告 我们骂你觉得黄杰会不会急 不会嘛那黄杰在急什么 他为什么那么急 因为赖清德到现场的时候 你人不在嘛 因为原本是要去古山奇岩的嘛 结果你人不在都跑到美农去了嘛 你闯祸了吧 现在才会干你以为他理我们哦 他理都不理他唯一怕的是谁 就赖总统嘛你就干做措施了吼 直到还悔改不然你以为他会洗心革面啊 还乖乖给我们这样洗脸三天四天 他理都不理你 他如果不是赖清德去 他继续在国外 他理都不理你 因为你仔细听他第一时间讲他说什么 说我以后排行程会更加注意 因为我这个行程的关系 但代表一件事情哦各位 他认为他把他现在的行程转完 比回到高雄看灾来得更重要 所以他选择了把行程转完 他唯一道歉是说我行程没排好 但遇到了行程跟看灾 他优先选行程 这才最重要的哦 他内心里面行程比看灾重要 而且是赖清德来了之后 他才赶快跑回来啊 那我最后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问的 我只是想问问看我们的英雄黄杰 你从哪里凯旋归来 你是英雄 他到底去哪里啊 你从哪里凯旋归来 那你的战功是什么 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很想知道嘛 你说柯志恩 柯志恩跟你讲我就是去欧洲啊 我做国会外交很重要啊 人家讲了嘛 你说谢一锋 谢一锋说没有啊我人在选区啊 对啊他在看灾 那没关系嘛 英雄 已经好多天了 赶快跟大家报告 你到底去哪里凯旋回来 干什么鬼事情嘛 黄杰这次真的慌了 我觉得他慌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捅了大楼子 那望泽他们会讲说 没有其他人会帮他 我想不到为什么有人要帮他 不需要啊帮他干嘛 大家第一个现在 大家的选区都很忙 都很多事情要去处理 我也没空理你 那再来你自己捅个楼子你自己弄啊 那这两天我还看到有媒体最好笑 有媒体来说黄杰本来是选高雄 二零二六市长的大热门 大热门啊 我觉得那个媒体根本就是故意在弄他 什么可能是他 你疯了吗 你是把林黛化吧 这个赖瑞龙啊 许智杰啊把我们放在哪里啊 他才刚选上第一任立委 就直接跑去选市长 他才刚加入民进党没多久 所以你要这样玩吗 所以我觉得那个媒体是故意踢他一脚 就是故意弄他 要大家小心提防这个黄贼 这个贼随时可能会搞事 你们要小心一点 不要让他骑在你们头上 所以我觉得他是物漏偏逢列月雨啊 现在就被人家去弄 被弄刚好而已 但是我觉得其实以他的选区 他也 他说真的也不用那么紧张 是哦 因为他的选区始终的很 会挺他 对啊一定会挺他 老实讲这次就算他真的捅了这个楼子 下次会不 这些人会因为这样不投票支持他吗 当然不会 不会啊还是会去支持 所以他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那我是很好奇 就是那个假装越南人的这个账号 一直不断的去刷 去刷这个到底是谁 什么意义我也很想知道 黄贼可以去提告啊 去查啊 看看到底是谁啊 我也很想知道啊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真正应该要去思考的就是 当一个人每天在做这么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不务正业 然后每天像个贼一样弄来弄去 可是为什么选兵还是如此坚定的支持他 开密台风来袭 高雄市水灾相当严重 那么治水成效遭到了检视跟批评 然而当年发动罢免时任市长韩国瑜的团体 WeCare高雄却指控 国民党没有替高雄做事 那里面谈到高雄市的旭红池 从谢长廷时代来启动 城局积极建设 一路到现任的市长陈其迈持续建设 让天灾没有扩大 但是国民党又做了什么呢 好这个贴文就引起网友热烈的回应 留言数有多达四百多则 但通通都在批评 炮轰说这事实摆在眼前还想要辩解 那有网友就说过去都是民进党执政 国民党是要怎么做啦 讲这样话有良心吗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拨了多少预算给高雄 但是事实上淹水就还是很严重嘛 伤害的是老百姓啊 接下来应该如何处理才是比较关键的 好看到呢凯米台风狂炸南台湾 那这个民进党被轰治水破功 不少的侧翼发文洗地 甚至总统赖清德还带头喊说 哎烟水只有三十公分 感觉上还好啦 那么此举呢也被质疑说赖清德总统灌灾 为什么跳过他口中最爱的台南呢 难道是无言来面对泡在水里的后壁 跟安南的灾民吗 大家还记得那个蔡英文去甲乙 除了晕爆这个假车事件之外呢 他隔几天一样还是在甲乙 那他当时候就直接被呛了嘛 而且其实那边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偏多 甚至那一位呛他民众直接 就是跟蔡英文说 我之前是支持你们的啦 但是你看你进来看 当时候他走出去 他希望总统进去他家看 他就一直要强调说 你来看我家到底淹到多少 你们不要在外面那个水请的地方给我看 当时候蔡英文依然是没有进去 蔡英文当时候就是被这样子洗脸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他有情色之间嘛 他不敢去嘛 因为他知道他去台南 他可能也会被这样架 你说其他地方还好 台南本命区 所以他去水已经退的地方 对嘛 所以他是水已经退的地方嘛 那甚至 那个冲击没那么直接 甚至其实你看那个现场的那一些人啦 包含面无表情的面无表情 当然我家都淹水了 我表情当然是很辛苦 好不到哪去啊 对 好不到哪里去嘛 但是我觉得很显然啦 有之前就是在赖清德去之前 其实可能对方都有拜托过说 今天总统来那大家好好沟通啦 话就不要讲得太难听 所以我想赖清德当时候是把蔡英文的事情 当作是一个例子嘛 所以我觉得他不敢去嘛 毕竟你看台南淹成这样子 会淹水 我讲我从市政的角度先跟大家讲啦 首先你要检讨的是你的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是什么 测沟 台北市呢 在那时候纳利台风的时候 郝龙斌 马英九前任前两任市长 他们因为纳利台风的关系 所以做了很多的测沟改善 那高雄的测沟改善 到底有没有赶上现在这个剧烈气候 极端气候下的一个进度呢 我认为这是应该去检讨的 但很显然没有嘛 再来清淤的问题 这个下水道清淤的问题 一直都是高雄以来长久的问题 到底你们有没有定时去清 其实直到现在都看不出来 高雄市政府有给我们任何的一个说明 当然我觉得事后要去检讨 事后再检讨没有关系 但这些东西其实高雄市 不管是在基础建设等等的 都是没有做好的状况 还有包含台南也是一样 所以淹水才会这么严重嘛 那淹水是一个排水一样 是之后的一个问题嘛 很显然啊 排水到第二天第三天 都还没有解决 都还没有及时排水 就代表整个城市 它在制宏方面 就没有达到一个效果 所以你不要再去跟我说什么 有钱占预算 所以现在淹的比较少 对于这些淹水家庭来说是 我淹我都不想淹耶 你要想我只要淹就退一万步好了 按照赖清德的说法 三十公分 我淹这三十公分 我的墙壁不用重新粉刷吗 我的家具不用重新买吗 我一些资料难道都不会受影响吗 事实上是会的嘛 所以我觉得基础工程没有做好 到现在都不敢检讨 而赖清德他也知道 自己的基础工程没有做好 所以他根本不敢去台南 面对这一些这么支持 民进党的选民嘛 所以我觉得台南不敢去是一个啦 第二个呢是你看 他一遇到困难喔 开始拉水 拉蔡英文 他开始直接说 哎呀这个都是中央的问题 淹水都是中央的问题 这真的不只是在偷臭蔡英文 他是直接大方的臭不眼了 八年来治水 蔡英文你没做好啊 所以现在不好意思啦 地方台南高雄 我可以理解中央通通扛 那我才上任不到两个月啊 谁扛呢 蔡英文扛啊 所以那今天赖清德 他无法解决问题 第一就是不面对 第二呢就是 拉政治斗争出来垫背 凯敏台风带来了超强降雨 那么高雄都淹大水哦 汽汽车变成了泡水车 其实住家也是淹得非常的惨 那么现在呢会推出补助 一户呢 户这个未住金是最高三万五千元 民众一大早就冲到了区公所 想要来询问怎么申请 我们联系给记者郭宜珍 好的主播一踏进区公所门口 人山人海 大家都是要来询问淹水补助 高雄是将补助住家淹水 以及汽汽车的脱掉费 甚至还有因为淹水 要去住旅馆的补贴 虽然金额不多不无小补 民众还是赶快来询问 到底怎么申请 有些电器有拿去丢掉 但是主要是淹水很多都是泡水 机车再加一些电器的话 大概十几万 算不够但是有申请到就好 凯敏台风带来强风豪雨 高雄淹大水 住家淹五十公分以上 每户未住金三万五千元 五十公分以下有五千元 泡水车也有补助 脱掉费两万元 机车两千元 地下室补助最高五千 平面最高一千 而安置补助费 每人每晚一千两百元 光是三民旭公所 一天就有上百人前来咨询 大多都以房屋补助为主 家具汽车机车都坏掉 少说就损失好几万 谁淹成这样民众苦不堪言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好恶don 好致 伙优据 优优独当 Town 这边 员 牛